不管怎样,都爱你 宝贝,不管怎样,妈妈都爱你 妈妈爱我,我也好爱妈妈 熊熊是一只非常聪明的小北极熊 它知道香喷喷的鱼儿藏在什么地方 也知道怎样才能把它们捉住 宝贝,你这么大声,妈妈的鱼儿会被你吓跑的哦 妈妈妈妈,我钓到了一条鱼 它喜欢用舌头接住雪花,尝尝它是什么味道 我要尝尝雪花是什么味道 宝贝,快来跟妈妈一起玩雪吧 它知道呼呼的大风会咬得脸蛋疼 轻轻的微风会吹得毛毛动 就像妈妈的亲亲一样温柔 宝贝,我们快回家,暴风雪要来了 今天的风好大呀,吹得我脸蛋疼 它知道怎样爬上冰山,也知道怎样安全地滑下来 妈妈会接住你的宝贝 妈妈妈,我要滑下去咯 它知道如果冰面咔嚓响,就会裂开一道缝 害得自己与妈妈分开 妈妈,我好害怕啊,我不要跟你分开 不要担心宝贝,快把手给我,妈妈拉你过来 它知道白天生起的太阳公公圆圆的暖洋洋 还知道晚上出来的月亮婆婆弯弯的晶晶亮 有月亮婆婆陪着,荣荣一点也不害怕 晚上太阳公公回家休息了 月亮婆婆会出来陪着小荣荣 总之,荣荣知道的事还有好多好多 不过,也有一些事情荣荣不太明白 雪花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老是录不完呢 妈妈,雪是从哪儿来的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太阳公公把大海里的水晒得热热的 好多小水珠变成了水蒸汽,跑到天上去 抱在一起,变成了云儿 风吹着云儿跑啊跑,跑到了咱们北极 北极这里多冷啊,云儿冬得直打哆嗦 云儿一哆嗦,就下起雪来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蓉蓉觉得雪花里有大海的味道呢 怪不得雪花跟大海是一样的味道呢 雪花其实就是海水边的哦 那为什么雪不是蓝色的 就像大海那样 哦,这个问题好难 就连妈妈也不知道答案 她只好说 雪就是白色的 一直就是这样 像我们北极熊一样 那为什么北极熊也是白色的呢 因为对北极熊来说 白色是最好看 最可爱的颜色呀 妈妈,如果我是黄色的 你还会喜欢我吗 当然会 妈妈说 那如果我是红的,绿的,或者全身狼乎乎的呢 你还会喜欢我吗 当然会,宝贝 妈妈笑着回答 为什么呀 蓉蓉又问 妈妈,如果我是黄色,红色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 妈妈都喜欢你 因为妈妈爱你 不管怎样都爱你 妈妈,你真好 你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最最重要的那件事 就是爱 你 你 感谢观看